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中国武术有一种清晨 很明显不只是一个运动 旁边有思想 大家好 我的发育名字是 Benjamin 变成中文本节名 在中国快五年了 在北京体育大学 武术由民族传统体育学员 今年刚毕业 在雨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有点起床 来练那些饭跟读道理 后来我越练越发现我太喜欢运动 大概从15岁开始推武术有兴趣 在国外 一说五书就回想到李小龙和少林和尚 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少林和尚 我跟他表演 表演这天主打很得胜 笑很放松很弯 突然变得清晨 突然 特别帅 在法国那些老师帮我联系 北京体育大学 就有机会来这儿 不怎么会说中文 我只会说吃饭 学习中文一年后来上文科 同学们每次问我怎么说我爱你 从法文 然后他们一直说 热爱吗热爱吗热爱吗 热爱吗 每次讲我就说 我去一个推手球旅馆 等到一个老师 他就如期化 临近单腿门牌的转身 我去一个推手球旅馆 等到一个老师 临近单腿门牌的转身 在推与挂的瞬间 产生一个力量的攻击 我根据被他完全控制 有的时候我用力 我也容易 他把那个力量还给我 我所练的这个拳种呢 是中国武书界史称 男拳北腿代表 什么慢用 这个门牌的特点就是 对部的力量 还有爆发力 打架的爆发力 主要是这两个特点 他跟我讲那么多 而且比较深的东西 虽然有很多的时候 我听不懂 但是我还是感觉他的那种精神 头有往前 往上的趋势 头有往前往上的趋势 他当时的汉语水平不是很好 每次学学讲到理论课的时候 都是拿录音笔 回去以后呢 找他的同学 放出来这个录音以后 让他同学来给他解释 然后他同学 听到理论知识以后呢 跟着他一起到这儿来练武 对 当时他只是个大二的学生 看到他的时候 他正跟比个老师 在进行武术交流 杰明呢 不懂推手的技术 有力不会使 打到脸上了 吃了一些亏 但是打动我的就是这个 他不但没有还手 他练骂都没骂 他很自然 又老师 您这个功劳很好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 品质上非常好 我这人比较直 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要是想了解中国武术 可以去找我 从那以后 到现在一直跟着我们 在一起 一直在学内 我的动作当时还不是很标准 在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我放松了 而里面我感觉那个 就是东西好像坏了 每天早上我起床 我整个生气等得不行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我去医院检查 我发现很严重 我终于需要六个月一年的过程 每周我有一些证求和手法 我一点都在买到 正是 我会把手法一般感觉 还年练 真正正 我以前也 我以前也 我以前我的肩包也喜欢 没个七钱 差不多半万 后来我们修讯他两次 两次找不出好很多方法 每个东西要是专业练的 需要花很多时间 这六个月都没有练的一天多 一直要坚持 以后我想开一个训练馆 不一定要高水平 让人觉得他们也可以做 原来想不到能做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